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我是Nikki,我是Jennie 上次呢,我们谈到了街券开户业务常见的一些相当问题 那相信大家对于街券已经更清楚了解了 那今天呢,我们要来为大家解答在街券交易业务中常见的一些疑问 没错,Jennie,有很多客户问我们说,是不是每档的股票我们都可以做出借呢? 答案呢,是不行的 可以出借的股票呢,是依照证券交易所所选拟的标的才能出借 所以如果想要了解更多讯息,可以上证券交易所的官网,那边有公开资讯可以查询哦 还有一点你忘记说,那就是新贵跟特别股也是不能做出借的哦 第二题,那我想要问,是不是每次交易都可以收到交易通知书呢? 目前我们借券的交易通知书可以透过加入同一证券LINE官方账号,来绑定自己的账号,就可以得到即时的通知哦 或者是你也可以去下载同一总管这个APP,里面可以申请相关的服务 如果还有不懂的地方的话,可以随时去请教你的营业员咨询相关的问题 诶,听起来其实很方便耶,你们还不赶快去下载 第三题,假如我今天持有短、中、长期的股票,请问有哪一些适合约定出借呢? 免责上呢,是以客户指示去做约定的 那我们还是认为以中、长期的客户比较合适 毕竟股票放在那边也没有收益 那如果可以出借出去,你还可以多赚一点借券费呢? 第四题,如果是在股票出借的期间,我是不是可以随时提出还券的要求呢? 当然是可以的,如果你在出借股票的期间内想要要求对方还券的话 首先你必须先打电话给你的营业员跟他申请 然后公司会在7月约定的10个营业日内返还给你哦 最后一题,你们可能会想说 每个人的交易频率跟操作习惯都不一样 那我应该要怎么选择借券的费率呢? 这呢,让我来告诉你们 因为市场工序的关系,每天各股的费率都会有所变化 正常来说是以费率较低者优先出借 那我会建议你们可以设定符合市场行情的费率 避免费率过高或是过低而影响出借的几率哦 不过呢,由于市场行情每天都在变化 如果你们担心没有办法继续做调整的话 可以叫我公司来帮你们决定 公司会依照市场行情的费率来帮你们出借股票 将一来,你们就能更方便并且顺利将股票出借了哦 所以只要采取公司的设定,就不用担心该如何选择了 那以上就是在交易座位上比较常会碰到的问题 你们可能在一开始接触到借券业务的时候会有很多的疑问 如果没有关系,之后我们陆续还会再推出几支借券相关的影片 来帮助你们更加了解这项业务哦 没错,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如果还想要了解更多借券相关的问题 欢迎加入我们的同意证券LINE官方账号 里面有最新的消息以及只是个跑码的通知 那还没有下载我们同意证券的朋友们,也赶快去下载哦 有任何问题,欢迎在底下留言让我们知道 还没有订阅的朋友们,欢迎帮我们按赞加订阅哦 我们下次见,拜拜!